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见面了 咱们之前讲过一期就是关于生根的矿氧黄富酸或者是这个海藻精 那么咱们很多朋友就咨询了 就是不管种植这个铁果类还是草莓 那么这个海藻精到底这个整个生长季节 用多大的一个量,什么时间去用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海藻精一般我们在使用上 前期咱们刚栽上苗子 就可以清水配合这个海藻精去生根 那么一亩地一般就是使用到300克 就是6两到7两这个范围就行了 如果说你是这个无土栽培的话 因为咱们前期EC的浓度肯定是比较低的 前期咱们就是浇清水 那么咱们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个海藻精 这个苗期呢海藻精使用的量比较大 前期就要把这个根性的养护好 那么到中期就是棚果剩期这个时候啊 根性它需肥量呢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咱们凭着在充肥的时候呢 实际上可以配合海藻精去使用 第三个时间就是说到这个生长的后期 咱们想延长采收 想让产量更高一点 那么后期呢咱们可以再次的去使用一次这个海藻精 一般的建议在整个生长季节呢 就是有三个关键的一个阶段 我们下集团 咱们可以再次拍一下 咱们可以再次拍过 咱们可以再次拍一次 咱们可以再拍一下 感谢观看